彩虹追巨射 想说 竟是你 雨渊你听我说 昨天晚上我 燕清禾 开门 你怎么能对雨渊下手呢 我儿子回来我怎么跟他交代啊 开门 雨渊你听我说 许来一直不想让燕薇娶你 又害怕惹人非议 所以他才给你我下药 想毁了你的名声 雨渊喝杯买好水焦 好 怎么会 雨渊你愿不愿意暂时相信我 燕清禾 你还是个人吗 你无耻 我会对雨渊负责的 只要 陆雨渊愿意 她就是我燕家的二少奶奶 我燕清禾的夫人 你懂不懂规矩 雨渊是我儿子的未婚妻 你居然对她写如此高潔自身 我跟你拼了 你离我远点 我们昨天晚上才刚被人下药 大嫂真是消息灵通 一大嫂 就赶着跑来捉奸啊 蓝姨 我昨天晚上就只喝了你给我的牛奶 你是故意害的 雨渊 我怎么会呢 我把你当女儿啊 老言之有令 请各位一步正听 把今天的事说个明白 爸 爸 你要替我们大房间做主啊 二弟他欺负我儿子的女朋友 爸 昨天晚上 有人在雨渊丫头的牛奶里下药 哼 敢在我燕家的屋上弄鼠去 我绝不呼吸 但是老二 你一定要给雨渊丫头一个交代 爸 是我自制力不够 我甘愿自领家法 好 那就按照她说的吧 给我打 是 一直打到雨渊丫头满意为止 别打了 我愿意嫁给燕青和为妻 我愿意嫁给燕青和为妻 雨渊 你可要想清楚了 我想清楚了 雨渊 绝不后悔 今天要不是雨渊丫头原谅了你 我非发信你不可 哼 来 小叔 你怎么样 雨渊 我虽然是个废人 但既然你愿意嫁给我 我就会竭尽全力的护你周全 先别说这些 我现在去帮你找医生 啊 大嫂 你为了让燕维娶林大小姐 还真是费尽了心机啊 那又如何 我知道你也想娶她 可惜我们抢先了一步 林家家大业大的 和他们联姻 燕家 早晚是我大 家大业大 你还不知道吧 林大小姐 已经怀孕三个月 你这个时候让燕维娶她 可是买一送一啊 您直接升级当婆婆 恭喜大嫂 你说什么 燕维跟她还没见面呢 燕青河 你算计我 原本以为 燕维的寄存全文了 没想到又被她燕青河摆倒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你给我等着 没想到 irim 出生的 明镜 一夜之间 所有的事都变了 从前的生活 真的回不去了 燕天 幸福快乐 这是我第一次说道话 雨月 自从我出了车祸之后 就没有以前那么得势了 跟着我 你也许会吃苦 如果是这样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 我不是回 爸 该受的罚已经受了 这件事情该翻篇了吧 行了 别装了 许来那点鬼把戏啊 你一眼就能看破 还乖乖上套 爸 您不也一样 在外人面前对我不闻不问 是若气子 只有让他越得意 他才越容易露出马甲 他才越容易露出马甲 当年车祸 你和你哥一死一伤 若不是让人以为啊 民意尽非 恐怕现在啊 那人还在追杀 我明白 这件事情事关整个燕家 没有证据 不能轻举妄动 当年的事 肯定和许兰脱不了关系 许兰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二爷 下一步我们是不是要利用 陆小姐的恨意 彻底缠入许祸 谁说我要利用她 从一开始 我想要的 便是她 对了 王家那块地收购的怎么样了 调好了 价格适应 尽快收购吧 我要送给夫人做聘礼 是 这许兰刚打电话了 陆宇 被燕家退婚了 什么 我早就说陆宇 他就是赔钱货 你们还不信 你还不信 李老板 我陆海呀 之前你不是说看上我姐的吗 我也是记着呢 直播你给我传过局 让你跟我姐 谁会交流一下 哎 好嘞好嘞好嘞 我安排把我帅上了啊 我 李老板哎哎老板 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啊就是我的姐姐杜于 这样了吗 美若 嘿嘿嘿嘿 我们陆家大声音可都指了李老板啊 跟我老实点好好表情来 姐来来来来 跟李老板喝杯酒 哎喝一杯吧 来喝一杯吧 我不喝 你装什么装呀 那燕维都已经跟林大小姐订婚了 你现在就是个没人要的破鞋 我 啊 你疯了陆宇 没错我是疯了 我疯在把你这种出卖姐姐的畜生当家人 数不奉陪 哈哈哈 陆小姐 你弟弟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姐姐 你说李老板能看什么 那是他的福气 多少女人想上他的床都没机 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 你个死要的不知好歹 就别会对你的不客气 哎呀 啊 啊 什么人 在我的地盘闹事 在我的地盘闹事 七鹤 有谁啊 有谁啊 哎 那个谁 你什么人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就你这个残废 还敢在我的地方装肠 哎呀我又 没事吧 没事没事 老婆 可不吓到我了 怎么嘴巴 什么 你居然嫁给这个残废 你也不愿意跟我 李老板 舌头捋直了好好说话 装腔作势 陆雨嫣 我要你现在就当着你这个窝囊老公的面 把我伺候好了 否则 一个二个的谁也别想走 陆海 你骗你姐来的 是又怎么样 就凭你这个废人 也能帮他出头吗 别说你现在站不起来 就算是你能站起来 你俩吸狗 能打得光我们吗 站不起来一样能要了你的面 你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哈 废 废 你也不撒胖叫好照照你自己 这么好的老婆给你 你就不怕 你 你敢脸足他吗 他迟早会跟人跑 又这样吧 你 开个假 把他卖给我 好吗 你 那你 李老板 安静点 万一这玻璃渣子不长眼 刺破了你的大动脉 那个连医生 都救不回来喽 你杀人了 杀人了 陆陆海 你还处着干嘛 还不快去叫人 好好好 等我 等我 来人来 来人来人 来人 谁怎么又 怎么 老婆 刚刚为了给你出头 我手都红了 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 不行 这个无赖 还没给我们道歉呢 谁特别叫我抬脑衫 断手 断手 这个乡八佬 敢在你的地方打我 真是摆明了不给你脸啊 你要替我做主感 放心啊 李老板 你是我贵客 我会帮你解决的 嗯 你 你管他叫香八佬 就他呀 大哥 说 要怎么收拾他 说 要怎么收拾他 断少你疯了 你喊这个香八佬大哥 晏清禾不是落魄了吗 断家大公子为什么对他这么尊敬 断少 喝多了 人都喝不清 喝得有点多了 搞错了 搞错了 李老板 我的贵客 你小子下回注意点啊 就是 你赶紧找人 把他们俩给我收拾了 敢发话收拾二少年 也是同意的 提你莫爱 你小子等会儿就要道歉啊 你小子等会儿就要道歉啊 走 我又来 胡说 還能做什么 你真的要去吗 他们可可欺负我 我 夫人真是单纯啊 敢对二爷不理 除非是不要命 夫人别担心 我虽然现在再落魄 也背靠燕家 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 你呢就乖乖回家 我一会就回来 我在家等你 去吧 走吧 现在该去替夫人出头了 断烧啊 那窝囊肺不会跑了吧 我这伤还没找他算 大哥 向你正式介绍一下 燕家二少 燕 清 俄 传说中的 燕二少 别以为拿一个名头就能哄住我 从前 你的确让整个江城门风丧的 可现在 你不过是燕家养的一群狗屋吗 是吗 刀呢 我 你们要干什么 救命啊 做完事救我啊 你们 干什么 说 哪只手动了我太难了 好 好 好 走吧 既然这样 那就两只手都废了 什么 阿姨 不好了 夫人担心您受伤伤伺一掉头回来了 叶欣泽 快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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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椅 对对对 叶欣泽 快 快 秦和 夫人 二爷在眼前睡觉 不是 秦和 秦和 你怎么样啊 我没事我没事 我没事 夫人 只要能为你出口饿气 我干什么都无所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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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公子 我告诉你 我可不怕你 我什么都活得出去 哎呦 夫人我又疼了 哎呦 这儿这儿这儿疼的不行 啊 嫂子 我 好吧是我 李老板呢 是他打的你对不对 我替你打回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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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的 那你的伤 哦 疼 这样 我马上去给你买药 啊 李娜 赶快送二爷回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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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您不做野人真可惜啊 啊 啊 记住了 我现在是一个体弱多病 失权又失势的人 堵住在场所有人的嘴 一个字 都不准传出去 二爷 您就不怕夫人知道了 神气和你离婚啊 没关系 反正他这辈子 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妈 妈 陆云那见人要害我 你还敢回来 看看你把你弟弟坏成什么样 他卖姐求荣那是他的报应 我今天回来是说是我自己的东西 从今以后陆家跟我再没有关系 你害你弟弟就想跑 你做梦 听说你自作主张架上个瘸子 和他一起还得罪了李老板 你 我们陆家怎么交出你这个败类 你我拔死我 你们谁敢 你 你个死丫头 你是想造反不成 爸 妈 陆海是你的儿子 我难道不是你们的亲女儿吗 他把我当牲口卖给别人 你们还向着他 有你们这样当父母的吗 你的作用 就是给你弟弟铺路 有大老板愿意要你 那是你的福气 赶紧给李老板道歉 这样他赶紧收了你 岳岳母 这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想逼我们艳家的二少奶奶 出去接客吗 艳家的二少奶奶 艳家的二少奶奶 二位还不知道吧 陆小姐现在是我们二爷的夫人 艳家的二少奶奶 原来是这样的 嫁给谁不要紧 能嫁给艳家 那可是他的福气 不过 这聘金 什么聘金 我以为我还不知道 你们想用我的彩礼 贴不露海 这么多年 你们都重男轻 是想把我的死都吸干了 娶妻不下聘 弹出去的确失了礼数 那岳父岳母觉得 我拿出一半的豪车豪宅 再加上九千九百九十九万的礼金 如何啊 你哪来那么多钱 夫人 我虽然现在一无所有 还是个残废 但是 我会千其所有 给你幸福 秦河 燕总这演技 我都要相信了 我的诚意已经表了 还不知道岳父想出多少价值 我们家也没什么钱 而且他弟弟还有媳妇呢 就是 是吧 怎么没有 你口口声声说的那尊玉佛 不是价值连城吗 那可是传家之宝 传男不传女 你一个见丫头骗子 见二位不愿意 那这片里有 不 不就是一尊玉佛吗 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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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了吧 你 这样的残刺品 怎么配得上我燕清河的夫人 不光这只玉佛 这个家里所有你看不顺你的东西 包括人 都可以砸了 慌什么 和燕燕的彩礼相比 咱家这东西不算什么 砸 随便砸 既然 是给你的东西 你就随便处置 好 岳父大请 林楠拿棍子 福尔 请 尽情发挥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钱的东西生有什么用 还敢跟你弟弟斗嘴 再敢让你弟弟不高兴 就给我滚出去 还未曾遭风雪要回航 从小到大 你一直期盼影子 你们会把我当成家人 同意 爱 现在我才知道 什么切个手做梦 女婿 这砸也砸了 那财礼什么时候 既然是聘礼 那自然是打到我太太命想 二位 不会是想连自己女儿的聘礼 都要贪吧 你这 林楠 好好打扫一下现场 务必 让二老 住得舒服 带出来吧 不要打 不要打 哈哈哈哈哈哈 几位积赢了 我们二太太可不是谁都能惹的 这次算轻的 走 你贱人 走啦我别杀了那么高 老婆儿子 老婆看看你怎么样 都怪你们 我都说 早点把他送给你老板当亲人的 你们犹豫不决 现在好了 我们还怎么拿捏他 我怀疑 就这财里他根本拿不出来 眼清河 早就未夺权了 我估计也就是在咱们面前做做样子 敢玩我 我他妈一定让他妈好看 抱歉啊夫人 之前 许诺给你的聘礼 我一时之间还没办法完成 但是你放心 我之后一定会补给你的 你不会嫌弃我吧 当然不会的 不过说实话 我还以为你之前都是在装穷了 还在想 那你的腿有没有可能是装穷呢 哎呦 怎么可能啊 夫人多心了 其实啊 你能帮我 我已经很感激了 这些啊 我真的不能用 陆语燕 你是不是把我当外人 你跟我算得这么清楚 是不是想随时离开我 是不是想随时离开我 那 你明知道去陆家有危险 却没有第一时间向我求救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把我当你丈夫 不是的 我只是不想让你丢脸 余燕 我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名声 我只在意你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应该跟我说谢谢 谢谢 谢谢 一句谢谢 可不够 这样 夫人 从今往后 无论你想做什么 我都是你的底气 想不到叶维还这么护着他 太太 您家的亲世皇啊 再让二少爷知道是您找了他和陆小姐的婚事 恐怕会跟你翻脸的 那就让叶维回来之前 让他胜败迷离 哎 希可 我到了 你在哪呢 又啊 余燕 这么巧啊 你也来这里吃饭了 你也来这里吃饭了 对 这是我二弟家的新媳妇 也是我儿子的前女友 陆宇燕 大嫂好啊 怎么 今天林大小姐没跟你一起来 你说什么 哦 不好意思 我给忘了 您瞧不上我 太不灵家 没想到林大小姐 怀了别人的孩子 恭喜你啊 希腾侠 陆宇燕 你说什么呢 你是不是想让我在外人面前下不了台面 原来您是我长辈 那我当然尊敬您了 现在我们同辈 我有什么必要 给你留脸面 嗯 陆宇燕 你别以为家姓我们老二家 就有人替你撑腰 这燕家 废物是不可能继承家业的 你 对了老爷 上次回去嫂子没有怀疑你了 错了呗 老婆我错了 跪下 老婆饶命呢 我夫人那么单纯善良啊 怎么会不相信我 二爷 不好 老夫人出事了 什么 快去把我轮椅拿过来 去看看 你居然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 我告诉你 我的丈夫 还不允许旁人来指点 许兰 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认你欺负的陆燕了 你比金风 你再胆敢羞辱我的丈夫 那结果 就不仅仅是一巴掌这个心犯 老二 你来得正好 你看看 你娶的一个什么样的媳妇 你看看 你娶的一个什么样的媳妇 怎么办 燕清禾会不会觉得我是个泼妇 夫人打得好 燕老 说什么 不过 下次还是别亲自动手 打疼了 我心疼 燕清禾 他当着外人的面打我 也是不跟燕家人脸面 是吗 你当初给我和语言下药的 有想过燕家的脸吗 你别胡说 我什么时候跟你们下药了 难怪你之前大肆宣扬 你儿子 要改娶林家大小姐 原来用了这么下作的手段 为了拆散 语言和你的耳色 你别听他们胡说 乱个字 今天的饭店是我包场 是不是把咸男人的亲出去呢 那是自然 我们亚华 只接待最尊贵的客人 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配在我眼前的 我们走 诶 等一下 我说尊贵的客人啊 是一样而言 和一样而泰 徐夫人 麻烦您赶紧离开 别碍着我做生意了 你说什么 你居然为了这个废物得罪我 他现在无权无私 人家将来都是我的 你为了他 居然敢连我出去 徐夫人 现在亚华还是我断家的地方 我想让谁来 或者想让谁滚 还轮不到你拿出去 还不赶紧滚 不好意思啊大嫂 来 借过一下 我们先走了 言情和 陆语言 你们给我等着 看想吃件什么 请和段总关系好像挺好 该不会你们之前 和起火来演苦肉鸡片我 你怎么可能呢 我是被燕总当时那种 深深的英雄气概 和可折服 是吧 是 真的 没错 千真万确 敢让我老婆发现 破绊 你这点家业 就别想要 哦 那个 嫂子 二哥 我先回去了 我妈又生了我弟弟啊 别送 好吃 正好 老婆 你再看别的男人 我要吃醋了 吃什么醋呀 吃饭 看来 看来还是得小心 我夫人真聪明 差点就被她发现 燕太太 你这班是非上不可吗 燕二爷 现在你在燕家不得宠 我也跟陆家断了关系 我不赚钱 咱俩可惜被封嘛 老婆竟然把我当软饭男了 这怎么行 乖乖在家等我下班啊 当个软饭男 好像也挺好的 把夫人上班的公司收购了 再给夫人升个职 刚才陆语烟 是和那个男人亲了 他不是刚和燕师兄分手吗 恭喜姨燕 正式升职为设计部总监 我升职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都不知道呀 无份嫌疾突然升职 她肯定是排场金主的 姨燕姐 知道什么时候 别装了 你靠什么山的职 你自己心里 清楚 你自己心里 还不清楚 昏然 你什么意思啊 从小职员 霍格生总监 背后没有靠山 谁信你啊 于燕姐 你该不会是 下不成豪门 就被人包养了吧 你再说一遍 我亲眼看见 我在停车场里 跟一个男人亲亲我我 上来就被提了 伸直 于燕姐 燕卫师兄那么喜欢你 你怎么能 遮了这点力 就甩了他 令你看高吃呢 你说够了没有 你 昏然 我警告你 收起你那龌龊的心思 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都知道 我跟燕卫 是和平分手 谁说分手了 不能找夏家 难不成我替他 守三年火寡 而且 那个不是什么金主 是我老公 领了这儿的那种 请结婚啊 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为什么不知道 我的事情 凭什么要跟你说呀 你是我妈 还是我主管 陆语焉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福气 我一定要拆穿他 陆语焉 既然说 我们是夫妻 那你带我们去你的婚房 参观参观 没问题吧 有问题 你进我家门 不敢空气 不敢带我们去 是怕露线吧 于远姐 听说你跟燕卫师兄分手后 你爸妈没了饭票 生气得很 你说 如果我把你爸妈 找到公司找了 你敢 女人想 有本事 就带我们 去看看 我一会儿回家 你晚饭想吃什么 公 同事想来我们家参观 你能配合我演一出戏吗 好的 好 想去我家是吧 还有谁想去的 一起来吧 大家进来吧 这就是我家 哇 语焉 这真是你家 这也太豪华了吧 你丈夫呢 哦 我刚刚打电话给他了 他一会儿来 一晚就回来 我看 是没脸见人吧 温然 你够了 等着吧 我一定让他露出马脚 各位晚上好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陆语焉的丈夫 我就是陆语焉的丈夫 哦 原来陆语焉 嫁的是个爵子呀 就说嘛 他怎么配嫁 这么好的人家 只是骨折罢了 听说温小姐质疑我跟我太太的婚姻关系 结婚证你要不要看一下 周一先生 你还不知道吧 你太太有个金夫啊 她刚和交往多年的男友分手 这么快就勾打上你 我看你这头顶的绿光 对呀 对了 刚才忘记说了 我的全名叫做燕清禾 你口中的肩夫 就是我 燕清禾 你是燕维的小叔 小叔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和燕维是朋友 我是不想他难过 所以 所以我才 趁我还没后悔 赶紧从我家滚出去 那羽燕我们还有点事就先走了 静禾 其实你以后 不需要在别人面前 为了我去欺骗别人 说自己是个正道 因为在我心里 你是最好的 你不在乎 可是我在乎 我可不希望别人说 你嫁的老公 是个下半身残废的人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的腿 不对啊 你的腿 不是没有知觉吗 对啊 当然没知觉 那个一点都不疼 你不信你再掐两下 大哥 你有话好 我说你压回去哪儿啊 你 你 大哥 李老板 你就是陆一烟的弟弟 有件事 找你帮忙 哇 这个小贱人 居然过得这么好 妈 燕青禾今天就离开奖城了 咱们得赶紧把事办了 不然李老板不会放你 走 这里这二爷四人 没有邀请不得了你 我女儿可是你们燕家的二太太 母亲来看女儿 还需要什么邀请 就是 你一个看门搞连主人的不认识 你敢拦路啊 起开 不能拦 不能拦 你先进去 我一把老骨头的 你要是敢挡着我 我就给你拼了 哎呀 啊 好 嗯 林楠 赶紧取消今天的行程 现在回家 怎么了 你母亲和你弟弟 现在去家里闹事了 不过 你别担心 我会回家替你解决的 不用了 我总要自己面对 爷 你现在嫁进燕江 享福了 可你弟弟连房子都还没买呢 不如你就把这条房子送给你弟弟吧 你就把这条房子送给你弟弟吧 哦 送给他 不可能 雨燕 我们是一家人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一家人 妈 你出了要钱的时候想起过我吗 还有你 二十多年了 你叫过我一声解吗 陆雨燕 你弟弟还小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 二十三岁还小 去应吧 干什么 坐下 干什么 软的不行 我们这类硬的 这篇协议你今天不签也比签 来吧姐姐 我不签 我我不签 我不签 我看谁敢 喂 燕江河 你不是不再讲什么 妈 别怕 这就是一个废人 没什么势力 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没错 我的确是个废人 但是对付你们还是绰绰有余 琳娜 动手 是 别过来 别过来 这次动口我动手 啊 啊 哦 他他他他 几点 你们俩都是本货 怎么想着去招惹他啊 啊 你懂什么 嗯 有人花重金让我们栽造他 这不太能有钱啊 这 让我们出了这个恶气 恶恶气 看看 搞成什么样 陆雨燕 我不管你是靠谁的关系爬上来 才刚当上总监 就敢泄露公司资料 才刚当上总监 就敢泄露公司资料 我没有啊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不误会 技术部已经调查清楚了 方案泄露的IP地址 就是你家 不是你还能是谁 是他们 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查清楚 给你时间 那我的损失 谁来赔啊 你赔啊 还是你 今天的事 我可都在直播着的 我听说 陆小姐 是燕家二少爷的 新进门的太太 我就想问一句 是不是仗着豪门 就胡作非为啊 夫人在上班 我一个人在这儿等 也挺无聊的 要不 我也去她公司上班 喂 什么 二爷 夫人出事了 李老板 是你让陆海 去我家投文件的吗 自导自语的 陆小姐啊 有时间在这儿狡辩 不如想想 怎么抽 钱来赔一场吧 怎么抽 钱来赔一场吧 这公司 本来就是我给夫人开着玩的 一点赔偿的人算没有事 你是谁 我们正在开会 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于燕姐 燕二爷还真是心疼你 明明已经落魄的人 尽皆知 还不惜撒谎 给你撑场 给你撑场便 清禾 这是我一个人的过错 要不 你别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燕总现在是这家公司的总裁 那个 您 人真的是我们的新总裁 现在 我还算嫌拿人等了 不是 难道他没撒谎 那他什么时候买的公司 又是哪来那么多钱 洞洞你们不存在的脑子告诉我 我的夫人有什么理由 做出对自己公司不利的事情 干什么你 放开我 燕心河 你这是驱打成招 我没有 现在对着直播 你最好说清楚 我 好好好 我说 我说 是我怀恨在心 让陆海去陆语言家 帮我栽赃他 但是 这不是我的主意啊 这个法子不是我想的 敢有一句假话 知道后果 自然 是 是许兰 是他主动找到我 说要对付你们 我 我就是一时冲动 我下次 再也不敢 不敢 拖出去吧 我真的不敢了 我 既然这么乱说话 那以后 就让他再也张不了嘴 夫人 早知道就直接生你做总裁了 还做什么总监受这种起 燕清禾 你不是被燕家夺权后 除了那套房子 什么都没有了吗 你哪来得起来 买下这家公司 完了 光顾着救老婆 要掉马了 说 不然我今晚就搬出去 哎呀 老婆 我怎么总觉得 我怎么总觉得 事情没这么简单 大嫂 看起来心情不错呀 燕清 你大半夜的 拆家呢 我回我自己家 我还要挑个黄道吉日吗 我问你 雨烟被栽赃 是你支的招吧 徐兰 我自认为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地方 但你为什么三万五次的不肯放过我 你胡说什么 张不知道 不要紧 我看你挪用公款 在外面放贷 燕清禾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当然是作为良好市民 如实举报你 两千万 对大嫂来说 应该算不到什么 毕竟当年我大哥死的时候 你给他买的保险都不止这个 燕清 创死啊 哎呀 不好了 不好了 大嫂晕倒了 雷娜 赶快去楼上 把大嫂的东西全搬走 记得 要凑够五千万哦 快快 是 你敢 大嫂要是不同意 我可以立马找老爷子回来议事 你算什么东西 可以做燕家的主 嗯 雨烟是我的太太 她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 搬 是 大嫂 大嫂 看在大家都是燕家媳妇的面上 这是我最后一次容忍 好自为之 混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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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把陆宇燕的东西偷偷给我扔出去 二爷 这就从许然那搜出来的 我还以为她都有钱呢 看来 见识些破烂玩意儿 扔了吧 哎 清禾 我怎么总觉得 你不像是破产的人啊 那么多宝贝 你都没有喜欢的 我 我那是当富二代当惯了 一时间还没转换过来 琳娜 把这些东西都好好收起来 这可是咱们的家当 是 好险 老婆太聪明了也不好啊 语言 上次是我不对 我跟你道歉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今天去燕家看蓝仪 他连燕师兄给你的 订婚戒指都扔了 我怕你舍不得 特地拿来给你 嫁给我吧 嗯 好 他这么难过 难道心里还是放不下燕呗 陆语言 有我在 你就别想安稳地当燕家太太 垃圾就不用给我了 不过温小姐要是喜欢 可以去垃圾桶里面看一下 反正 反正温小姐不总是喜欢剪别人不用的 老公 我们回家 走 走 哎 放开 走 放开我 温然刚才来找我 一看就没暗号戏 雨燕 你说 你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 你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 你信吗 嗯 我的心里只有你 我信 只要是你亲口说的 哪怕是骗了 我也选择无条件地相信 你对我这么好 我都没有好好地感谢过你 从前你送我花 对我好 今天我也送你 之后我也会带你一样 嗯 真不错 哎 李娜 你快去给我拿个花瓶来 这可是夫人第一次送我花 必须得好好养起来 阿姨 这又不是真坏拿花瓶干什么 让你去你就去 对了 必须给我拿最贵的 不然都配不上我太太的手艺 老板是恋爱呢 公司还有救吗 看什么呢 你还愣着干嘛 快去啊 二爷 新得到的消息 燕伟马上就要回来了 他准备挽回夫人 跟夫人求婚 马上召集公司高管 马上开会 是 哎 二爷突然找我们过来 难道是燕家出了什么大事呢 肯定是啊 二爷现在在外面还是个废人 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他 现在叫我们来开会 肯定是有大事 乱少 您说呢 呃 该定的 二爷 二爷好 各位啊 今天叫大家来 是一件有关燕家的大事 请二爷吩咐 每个人在纸上写下十条 应付情敌的办法 啊 二爷 您这怎么好意思的说是燕家的大事 我的老婆如果出了事 我自然不开心 我如果不开心 自然管理不好燕家 你说 这算不算关乎燕家的大事 姐 师傅 帮我回去 燕卫马上就要从国外回来了 如果她知道是我拆了她的分数 她肯定不是我这个母亲的 师傅 你放心 只要我找一个人 陆云英得睡 然后再问她视频 我保重 肯定能封住她的嘴 段笑 确定这法子可行吗 哎呀 二哥 论做生意啊 你在啊 但论追女孩子 还得看我 这叫什么 英雄救美吊销香 你懂吗 我保证啊 二嫂爱的你啊 爱的无法自拔 黑灯瞎 二嫂心肯定慌慌的 到时候我会很难 就跳 到时候二嫂一慌乱一逃跑 你啊 就站住 谁敢动我夫人 到时候啊 你在二嫂眼神中啊 就是一道圣光 是救他于水火中的大英雄 嘿嘿嘿 嘿嘿嘿 哎呀 放心吧二哥 俯博二嫂 放心这种事 就交给我 都很灵魂 喂老公 你在哪 我好像被人跟蹲了 跟蹲 完了完了完了 夫人这下真被人盯上 喂老公 你到哪了呀 喂 臭娘们 不是让你打电话给你老公吗 你老公人呢 我劝你们赶紧把我夫人放开 我劝你们赶紧把我夫人放开 我当是什么人呢 原来是一个站不起来的死瘸子呀 哎 死瘸子 你站起来给我们看看呢 啊 哎 哎 贱人 今天你们必须死在这里 大爷 我们快走吧 走什么 他们欺负了你 这笔账 今天必须算清楚 这死瘸子 看到没有 你老婆都害怕了 只要你现在 从那个臭轮椅上滚下来 给我磕三个响头 让我把你老婆带回去交差 我就放过你 你记住你现在说的话 一会儿 别后悔你 于燕 你往后退 别伤着你 不是 我是 哎呀 哎呀 现在 待谁给谁下跪了 哦 对不起对不起 大哥 是我们有眼不知泰山 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 他站不起来 还能一个人打翻两个人 零男断销还不动手 把这几个砸碎给我绑了 哎 二爷小心 还有绑匪 哎 哎 夫人 是我们 嘿 我 嘿嘿 嘿 我 你们 啊 怎么穿这个衣服呀 带走 带走啊 哎呀 我们把他 现在要省问了 哎呦 你可好不要撒 哎 哎 为什么你恰巧出现在这里啊 要是让语言知道 我找人假扮劫匪英雄救美 结果遇上了真劫匪 他肯定会生气 啊 我这不是担心你安全吗 所以 这才来接你下班 燕太太 我车机还不错 上来感受感受 带你回家 啊 哎呦 哎呦夫人疼 啊 就你逞强 受了伤才知道疼 那还不是 夫人关心我 燕清禾 我希望你好好的 不要再受一点伤了 啊 啊 别了啊 别了啊 啊 就这点事都办不好 还敢跟我要钱 是不是让我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保证 我一定要让于燕 那个钱人 善不若死 把这个办事不利的废物 立刻给我处理掉 记住 今天的事 不能让我儿子知道 啊 救命 救命 啊 余燕 我回国了 乌人说你已经搬家了 我要去你的新家找你 啊 我和燕清禾 结婚的事情 燕唯还不知道 是时候该当命跟他说清楚了 你去哪儿 我跟朋友出去吃饭 很快回来 哎 林南 给我查 夫人去了哪儿 几点回 见了谁 还要不要我 都给我查清楚 一燕 温然让我找你好好聊聊 你一定会复心专意的 看来温然是想窜夺燕尾来找我 来挑拨我和清禾的关系 要不是我们是情侣 就凭你把我妈弃进一月 我就不会再理你 这一点 你应该向我人好好休息 二哥 我看到二嫂跟你侄子在约会 手都牵上了 你快来吧 再不来嫂子是别人的了 有完没完 你妈你妈 全天下就你一个人有妈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 妈宝男 有什么话怎么坐下来慢慢说 你这 太丢了 笑什么 我笑 我真是眼瞎 以前居然会对你死心塌地 不行 我在这儿待着 我老婆就被燕尾那臭小子 给抢走了 我得去找她 哎呀 你让开 你先坐 你就跟前男友吃个饭嘛 你放心 我有办法能让夫人马上回来 太太 你快回来看看吧 二爷生病住进医院了 什么 他怎么会进医院 虽然二爷拦着我不让我说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得告诉你 太太 二爷生病进医院 是因为担心你还想着燕尾 太太 二爷说让我清算家产 如果你想离婚 他就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你 还给你自幼 别拿 你胡说什么 外面他真的有离婚怎么办 把地址发我 我现在就过来 哎 哎呦 哎呦 语燕 我好想你啊 我现在就来找你 爷 我们才刚见面 你又要走 哦 因为 我忘记告诉你了 我结婚了 以后你就是我的侄子了 秦赫 你怎么样啊 哎 喂 只要你喜欢我都可以学 所以你可不可以不要想着别人 你看 我也会刻字 你不用学我也喜欢你 路易亚 你说的是真的 当真 哎 你的腿 怎么突然站起来了 你的腿 你的腿怎么突然站起来了 哎 啊啊啊啊啊啊 这这这这这这这 来来 哥哥 先躺好 来 医生 二爷刚才站起来了 啊 不应该呀 按理说 燕儿爷的腿 早就不能动了 不是吗 是 医生 你看他脸都藏白了 真的没事吗 没事没事 我猜二爷这腿呀 是心病所困 这要是心情好呢 说不定就有一些奇迹 阿嫂 您这样 你多给他捶一捶 压一压 撑一撑 再掰一掰 拉伸一下 说不定 正能找他的腿 好 清禾 我和你这一档 好 燕儿 你刚说的我可是都当真了 你不会反悔吧 你不会反悔吧 阿嫂 刚才我忘记提醒你了 男人 你得掉 千万不要轻易就满足他 燕太太 刚才被打断了 还可以继续吗 我觉得她说的挺对的 好 夫人 我这才是心病 只有你才医的好 宇燕姐 我终于找到你了 温然 您想演戏 可以去找燕维 我没 我没 我没心觉 对不起 宇燕姐 我给你跪下道歉 你和燕师兄 和好吧 宇燕 你怎么能让我 然跟你下跪呢 你怎么能让我 然跟你下跪呢 死绿茶 何时大千早的 拉我演戏 给你燕师兄看呢 宇燕姐 我不是那种人 我是真心想让你 跟燕师兄在一起的 没想到 你不大动手推我 还让我下跪 不是 你 你还想干什么 陆宇燕 你太过分了 我想干什么 好 既然你觉得 我欺负你的好师妹 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才叫欺负 你要干什么 你刚才不是 污蔑我欺负你吗 现在 我就自己做事这个罪名 准备好了吗 你没事吧 我之前还担心燕维回来 她的心意会动摇 现在宇燕肯定觉得 世界上没有比我更好 男人 我就说了 二爷不用怀疑 二爷还非得要跟来偷看 谁说我不相信他 才来偷看了 我是来给他撑腰 走 回家 小叔 你怎么在这 我太太在这 我就在这 有什么问题吗 太太 小叔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我总不知道 之前瞒着你是怕你伤心 可现在 我觉得你压根就没有心 雨燕 来我这里 对了 叶维 给你介绍一下 你应该叫她一句二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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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结婚哪 放开她 陆小姐现在是我们二爷的妻子 爱情小少也自重 燕清禾 她是你侄子的未婚妻啊 你怎么可以跟我抢人 这些事 你应该自己去问你母亲 问她是怎么为了给你选了好亲事 不惜毁了雨燕的名声 不可能 怎么可能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你也知道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燕师兄 我是怕你知道了伤心 所以才没告诉你的 她当然不会告诉你了 她做梦都想进燕家的门 八戒许兰还来不及呢 又怎么会把许兰做的事情 告诉你呢 站住 先生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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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为 大庭广众之下动手伤人 是谁教你的规矩 你少拿规矩压我 你跟自己的侄子小女 又是谁教你的 雨燕 我知道你还在意我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苦衷 燕为 你清醒点 我是嫌你丢了燕家的脸面 燕为 你现在是想飞我回去 可是你都为我做过了些什么 温然欺负我的时候 你相信她 让我宽容 你妈三番四次的 你妈三番四次的给我下药 几乎毁了我 你在哪里 你问都不问 就让我理解她 叶维 你根本不认识 你根本不配喜欢我 你根本不配喜欢我 骂得好 当初我和你小叔在一起 确实是心狂走破 但我现在 只觉得气息 我不值得 谢谢你 陪赞我生命 跟你 是你 雨燕 雨燕 好侄子 直呼长辈大名太没规矩了 以后 记得叫二婶 燕清禾 我一定会把她抢回来的 你做梦 妈 你为什么背着我偷偷给雨燕下药 让我们分手 让她嫁给小叔 下什么药啊 他俩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事到如今 你还要骗我是吗 妈都是为了你好 只要你娶个家庭厌室的小姐回来 继承家业 比什么都强 如果我根本就不想继承燕家呢 你必须继承 要是燕清和插足 插足什么 妈都是为了你好 你只要继承燕家 妈答应你 帮你把雨燕抢过来 给你做情人 只要有钱 她肯定答应的 她肯定答应她 就要是 我老是 保护人 不想继承 你本身就能有钱 你自己哭 她肯定答应 是 然后她肯定答应 有人了 哎呀好了过来吧别哭了别扑了啊 行了明天艳家家艳 我一定替你找回面子 李燕吃块豆腐 你还让不让我儿子吃饭呢 大嫂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嘴长在你身上我闻不让你吃 行了好不容易回家吃顿饭 都别吵了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 我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 你是我吗 谁也强不错 听说您找我 我知道 让你嫁给老二委屈你了 如果你不愿意 我还是可以为你追 爸 你就是这么干涉自己儿子的本事呢 我愿意 虽然清禾的腿有残疾 但是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她爱护我珍惜我 我愿意陪她一起 你想我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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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靠近 我的心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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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不停 雨燕 我想我可以不计前嫌跟我私奔吧 跟我私奔吧 义为上次我打你那巴掌把你给打傻了 雨燕我是真心的 你放尊重点我是你二婶 你在这我就叫人了 我知道你是被逼的 你一心喜欢我 怎么可能嫁给那个残废呢 我也知道你恨我母亲 我现在可以带你走 你都不能放下吗 雨燕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呀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雨燕 雨燕 等我们结了婚 我一定好好把你养在家里 你给我闭嘴 我给你做小 你也配 给我做小 总比嫁给那个残废墙吧 你怎么说话的 你真是太 说 燕维 你想带着我老婆私奔你敢试试 看我不打断你的胃 燕维不尊敬长辈 按家法应该责打石鞭小逞大戒 你 陆雨燕 你这个贱人 分明是你勾引我儿子 看我儿子回来了 你不甘心嫁给这个废物 你瞧 我闭嘴 我还没死呢 这个家还轮不上你说话 更轮不上你说我儿子残废 燕维 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你再敢打你二婶的主意 你就给我走燕家 快出去 爷爷 我 雨燕啊 你 等我说实话 在你心里 真的没有燕维吗 你要是不相信我 还问我干什么 那 如果我跟燕维同时掉进水里 你先救谁 你说什么 哎 我知道 在你心里 我没有燕维年轻了 肯定比不上 救你 救你 只救你 什么吧 满意了 你满意 妈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取一个皇门亲戚 但是前提是 她必须是出路医院 你这么说 妈还真有个人选 哈哈哈哈 好啊 难得今天家里这么热闹 啊 可惜啊 清河有事回不来了 啊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 就是清河的老婆 啊 雨燕 雨燕 坐 坐 这个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丫头啊 就是啊 我家燕维一心喜欢她 好心把她接过来 没曾想 居然爬到老儿子从哪儿去了 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也该和我女儿抢男人 你就是陆雨燕 啊 魏阿姨你好 没想到清河娶的太太和我家如月长得这么像 小时候如月还一直吵闹着要嫁给她呢 哼 绿茶见了不少 这么纯正的老绿茶还是第一次见 她是想说我是魏如月的替身 魏阿姨你失笑了 魏月姐姐比我大几岁 我名字是 自然魏月是不如她的 我女儿跟你也差不了几岁 做长辈的第一次见也没带什么好东西 这个镯子就送给你吧 太对了我不 哎 陆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陆雨燕 大庭广众之下 你居然找了魏家的礼物 你真是不给燕家留面子 哈 原来在这儿演戏给我看呢 这镯子不是我打碎的 魏阿姨 我们燕家到处是监控 您要是想查的话随时都可以查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还冤枉你不查 是不是冤枉都不要几天 我验清禾的太太 受不了这种委屈 清禾回来了 我家如月刚从国外回来 听说你腿伤了 担心得很 你们什么时候见见 没空 我要陪我太太 免得我不转 也不长免得冲撞 清禾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魏太太 撑撞我夫人在先 还有更难听的你小心 你 你 你 魏太太 魏夫人 快 魏夫人 扶起休息 清禾因为我得罪了魏家 魏夫人该不会故意为难她吧 叶维 你又干什么 你就不好奇 魏夫人为什么针对于你了 实话告诉你吧 我小初其实有一个红颜知己 她就是魏夫人的女 魏如月 叶维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爱嚼舌根啊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魏如月今晚就到江城 你可以看一下燕清禾 会不会被人去接她 和我家如月长得这么像 我小初其实有一个红颜知 她就是魏夫人 魏如月 我紧张的 迪漫子 我们不相信我 这么应该去 不相信我 没有人 还是她的影子 我 也不相信我 但我说 在你的外面 你不能在外面 我只能在你一样 一样的时间 都不离开 我爱你 谢谢 我亲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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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究竟是开会 还是去接你终于回来的百月光 幸福 怎么这么没有担心 陪我吃饭 就不能多等我一会儿吗 魏如月 你心里很清楚 我出现在这里 是为了什么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怎么可能真的 因为一个镯子 惹着陆小姐陪上 魏如月 别装了 是不是这种人 你心里 比谁都清楚 数字随你点 就当是替我夫人 赔礼道歉 还有 我娶了她 你就应该 尊称她一声宴 夫人 燕青鹤 我明明知道我喜欢你 你为什么就不能看我一眼 这顿饭 我是看在你曾经救了我一命 我才来的 现在饭吃完了 你和你母亲再敢造死 后果自负 刚才我们示范的照片都拍到了吗 烟弄露米烟的成本意习 八个鱼记 散到最大 夫人 别忘了今天你要参加比赛 一会儿我回来接你 嗯 好 雨燕 雨燕你快出来看看 我给你啊 挑了新礼服 雨燕 二爷 夫人好像不在家 嗯 不可能啊 我刚才给他发了消息 让他在家等我 二爷 这都几个小时了 以我的经验看 这女人 消息不秒回 就说明在生气 老爷 这回 你惨了 我 这就是燕儿夫人 怎么一个人来的 听说燕儿爷 根本就不喜欢她 当初是她故意爬床逼婚 抢了魏小姐的位置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结合呢 魏小姐 难不成参加比赛还需要家长陪统 要不给你找个拉拉队 又来 不好意思啊 魏小姐 手滑了一下 不好意思啊 魏小姐 手滑了一下 新露的 你也太没教养了吧 大庭广众之下 这么欺负人 我欺负她 你哪只眼睛 看见我欺负她了 我 我两只眼睛 都看见了 眼睛不好 就洗洗清楚 你敢对我动手 如月 她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 陆语焉 你不要以为 勾搭上了燕青鹤 你就能为所欲为 我告诉你 她根本就不喜欢你这样的女 魏如月 告诉你 只要我还是燕家的二太太 你把那些弯心思 给我收起来 她喜不喜欢我 她自己会亲口告诉你 好 那你也给我听清楚了 你的脚像会是我的 你的男人 也会是我的 重大新闻 来 你看 我终于知道二嫂为什么不理你了 有人啊 把你和魏如月吃饭车给抖出来了 还有二嫂给你以为的事 全爆出来了 魏如月 谁给她的胆子 以上就是我作品的设计初衷 谢谢大家 好 各位 经过我们刚才的打分了 目前 陆宇燕小姐 是全场最高分 评委 我们这次选吧 选出的是江城服装设计界的领军任务 这种情况的话 除了实力 人品也是一个重要的指导的 魏小姐 你有什么意义吗 连自己为婚夫小叔的床都敢爬 这种人 恐怕代表不了江城的脸 谁说我太太当不起了 几何 各位语气在这听信谣言 不如来听听我这个当事人 你怎么觉得燕儿也不像你说的 对陆爷还没兴趣 我太太 的确是跟我侄子有过一段婚约 但是错不在她 爬床一试 也确有其事 不过是我爬上她的床 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坦户 是不是说明 她并不喜欢魏如月 关于造谣我跟魏小姐有一腿的事 各位 是看我这几年落魄了 拿不动刀了 关于绯闻 魏小姐 你需要我跟大家详细的说说 你是怎么 利用我妻子的名声来逼我给你吃饭吗 怎么 你看 金河 咱们可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青梅竹马 魏小姐 你是不是忘了 从始至终 都是你死不要脸的跟着我 我可从未喜欢过你 还有啊 我太太爱吃醋 魏小姐 还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可一直都没有什么青梅竹马 叶太太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再不来 有人受了委屈 甩了我 好 现在我重新宣布结果 本次大赛的冠军就是 陆雨嫣小姐 恭喜 谢谢 陆雨嫣 你别得意 今天所受到的虚辱 我会千倍 百倍 万倍的成还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呀 害得我冤枉了你 夫人 那你也没说 你这么不相信我 怎么补偿我 一个晚 可不够 妈 也不知道 一个小贱人 跟叶金河 下了什么迷魂套 他贱人的大地 广州之下 这么对我 敢让我的女儿丢人 这事 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可是现在 叶金河 这么护着他 而且 我跟他 也算是撕破脸了 我下面要怎么 才能对他下手啊 你不行 就找他家里人帮你 我可听说了 他那一大家子 全都是贪财的主 只要给钱就行 不过这次 你一定要做事 他水性洋花的罪 你帮他骗我过来 收了他不少好处吧 话别说得这么难听 人家魏小姐 花钱来见你 那是你的荣幸 是那个 别跟我惹事 你弟弟失踪的事 话别撑死这 你们先聊着 那我先走了 魏小姐 如果你这次约我 是为了劝我 放弃轻格的话 我觉得 我们没有什么要聊的 你以为我叫你来 还会这么轻易地 放你离开吗 这是什么 人家 中了他的人呢 也遇了分身 敢抢我未如月的东西 也颠量颠量 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 你猜 那你没了清白 他还会不会要呢 没用的陆雨燕 中了这种迷香的人 会浴火焚身 就算我不找人害你 你也会想办法去找别人 陆雨燕 坚持住 清禾还没回来 你绝不能朝了小人的道 雨燕 是我 我是清禾 是你 你怎么猜了 没事没事 因为再也见不到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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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万一被别人发现你腿跑了有人杀你怎么办 别废话开车快送他去医院去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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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怎么样了 让你准备的解药呢 解药 雨 二哥 您跟暗嫂成婚都这么久了 这药 您替他解就行了 不行 正是因为她是我的妻子 我更不能做出不尊重她医院的事 好 我这具体安排 二爷 茶楼附近的眼线早就被我们的人清理干净了 我如意还不知道 她对我太太做了什么 我们就十倍放缓 等她被我的人送过来 你就好好伺候她 政治血糟 她就算有八百张罪也说不清楚 好心吧 这门怎么打不开了 不可能啊 不 你清醒一点 小姐 喂小姐 我好热 哎哎 哎你送啊我 哎 喂小姐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喂小姐 喂小姐你放 喂小姐 喂小姐好巧啊 叶清禾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我到底有哪里不好 你真想知道 我告诉你 你哪不好 你到底要找我做什么 我说过 敢动我妻子的人 我定让她十倍疯狂 你这才哪到哪啊 赶紧进去吧 别走 这次我追过你的疯狂 你醒了 嗯你醒了 清禾啊 对不起 又让你担心了 这一次都怪我大意 才会这种未入一个圈套 我知道 你心软 毕竟你母亲是你的亲人 但是下次遇到这种事情 你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 听到了吗 谢谢 老高 你叫什么 请你请出这钻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已经彻底地接受我了 你猜 我觉得是 看来这个未如月是个草 本想让陆渊吃个鞭 却把自己打进去了 陆渊在家一天 因为的讯息就说不定 是想个办法 太太温小姐来了 温小姐 温然吗 刚才还在想 怎么样除了陆渊这个祸 这会儿有人走 都送上门来 蓝姨 我来找你 是想问一下 燕师兄最近都在做什么呀 自从他回来 都不怎么理我了 温然啊 阿姨也很喜欢你 但是呢 阿姨要跟你说实话 燕维的心里啊 还有陆渔 这个陆渔 明明已经跟别人结婚了 怎么还掉着燕维不放 不打击 阿姨今天来跟你自个照 这不行 蓝姨 这要是被发现 没事 错了事 我替你兜着 这 难道 你想燕维的心里 只有别人吗 行 我的车呢 太太 这台车送去检修了 您开这台吧 嗯 好 诶 看来是刹车出了问题 打电话 打电话给云琴可 喂老婆 喂 琴可 我的刹车坏了 我现在在 环城路 环城公路三号线 水 环城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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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环城公路 把握到 可以 把握住 全都可以 余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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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余燕 你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别装了 你的腿什么时候好 还是说 一开始就在骗 还是说 一开始就在骗 我 余燕 我其实怀疑过你很多次 我以为 你是这个世界上 最不会骗我的 没想到啊 余燕 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 没告诉我 余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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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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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干 不许干 我不是故意让你丢脸的 对不起 我 我不丢脸 只要老婆能消气 我做什么都无所谓的 你别闹了 你快起来 我不起来 你说你不生气了 你不生气了我才起来 好了 那你赶紧起来吧 我听你慢慢说 琳娜 我还是不敢相信 里面跪着的真是二爷 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二爷已经不是之前的二爷了 他这种行为在网上叫做 老婆奴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老婆 我可什么都跟你说了 你就别生气了嘛 我原来以为你和许兰只是关系紧张 没想到这背后还牵扯出你的腿伤 和你大哥的死 谁让许兰藏得太深了呢 一点证据都找不到 我爸当年 我爸当年让我韬光养晦 保全自己 也好 让他放松紧 好露出麻将 雨燕 我不告诉你 只是不想让你卷入其中 那你为什么刚才暴露了自己呢 因为你的安危对我而言 比什么都重要 音机和 谢谢你 我爱你 雨燕 我腿好的事 应该很快就会有人知道 你是我的软肋 他们一定会从你这儿形成 你会害怕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那时刻都会害怕 二爷 司机一直喊要见你 一二爷 我真的不知道那车阳是您太太啊 我就拿钱办事 要知道那车阳是您太太 见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 我很好奇啊 到底是给了你多少钱 能让你在我太太的车上动手脚 还要赶尽杀绝 什么都知道 二爷 我真的不知道 当着二爷的面还敢撒谎 我没有撒谎 二爷 我真没撒谎 师傅大小姐 他买灯火 让我找找机会 跟着车 只要有机会就往上撞 不管是死是杀 只要让他不通过来就行 你敢有一句假话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 知道 我知道 二爷 我真的不敢 不敢 琳娜 把人处理了 送去魏家 还有 上次在酒店给被如月拍的视频 卖给记者 告诉她 这是魏大小姐的猛料 带走 是 二爷 还有一个人 想要害羽燕的性病 究竟是谁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害我的人还没有抓到 哦 这次动手的人一共有脸拨 但是 给车子动手脚的人还没找到 你不是已经对外封锁 我没事的消息 如果那个人那么想置于我 又死地 那他一定不会伤罚甘休 可是 我不想让你轻易犯下 只有亲手抓住那个害我的 我才能真正平安 温元 阿姨肯看好 但是 只要录于月再是一天 燕尾就会想她一天 她在医院里还剩最后一口气 我想 你不会让机会 流失掉吧 好 陆宇爷 知道我有多讨厌 拼命想到的东西 你不费吹灰之力就会得到 听什么 不过也没有关系 彻彻毒药 不到一分钟 就会让你断气 陆宇爷 你还是死在了我手里 是吗 你恐怕要失望了 不可能 你不是出车会快死了吗 为什么没事 那当然是骗你的了 要不是这样 我又怎么能揪得出凶手的 哎 抓住她 雨 没事 有点穿鞋 二爷 他上天台了 他这是想用舆论来逼我们 逼我 我燕青和这辈子 从来没有受过谁的威胁 他这盘算盘 算是打错了 不行 他要是死了 许岚一定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 到时候阻拦你接手公司 我们不能诅进 林南 快去把燕伟找来 好 都别过来 上陆雨夜来见我 温然 我在这儿 你别激动 有什么话过来说 陆雨夜 你这个贱人 都是因为你 叶师兄才不可看我一眼 我今天死了 都是因为你 温然 你别以为跳下去了就能逃避责任 死无对证 许岚正好不用担心你出卖他 而燕伟根本不会记得你 你闭嘴 祝雨夜 你别想过我 我今天就是要让所有的人知道 我之所以死 都是因为你 你明明已经下来了燕青河 为什么还要吊着燕伟不放 文章 你到底想干什么 燕师兄 你来了 你还是在乎我的 对不对 你赶紧过来 你要是在这儿死了 别人怎么看我 怎么看我们燕家 燕师兄 你说什么 我都要死了 你惦记的 是你的面子吗 不然哪 文然 命是你自己的 没有人会因为你的冲动所买单 燕伟 你还刺激他 你真想跟他跳下去 说聊好听的 我可能 我可能 燕师兄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分 好了 你赶紧过来 过来再说 燕师兄 我再帮你几个一次 谁会没有路 你会喜欢我吗 不会 你相信我 现在我的心里只有你 燕伟 那我没这几次 燕伟 那我没去急死呢 不是 疯子 疯子 你这个疯子 你居然想害我 放开我 你还不如去死呢 林楠 赶紧把燕伟先带下去 是 放开 放开我 放开 温然 现在你知道 跟你抢的 从来都不是我 燕伟和许蓝 本来就是唯利是图的人 与其你一个人承担罪责 不如让他们 有阴影的报应 是许蓝 是许蓝让我杀疑的 爸 许蓝给温然的独药成分 跟大哥当年尸检时 血液里查出的极为相似 我怀疑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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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许蓝 为了车祸时 让我和大哥同时丧命 不但提前买通了赵氏司机 还下了炉 什么 爸你别生气 看来 当年投尸检报告 也是他干的 真是个毒素 爸 当年的事情虽然难以翻唱 但眼下 或许是逼他说出真相的好事情 毕竟 狗急跳墙 燕青河 你有什么证据 血口喷人 你跟我要证据 他就是证据 是许蓝 这一切 都是许蓝让我干的 许蓝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爸 这里面有误会 我可以解释 我都是受太阳挑唆的 误会 难道有人用刀逼着你来害我吗 你今天能够背着燕家陷害语言 你明天就能够把我燕家搅得是鸡腿拱跳 燕家 容赞你这号人 爸 你这是要跟我走吗 看着燕危的份上保留你的骨粪 从此以后 我燕家没你这号人 滚 爸 不要 爸 夫人小心 我来抱你 这样也就是越来越多在这儿 我一直就想这么做 从前是在轮椅上没办法 以后 我会尽全力 弥补你 其实你今天完全可以让爸将许岚的股份收回 为什么手下留情 不是手下留情 对我而言 燕家的股份和继承权 没那么重要 我唯一关心的 就是当年的车祸 害死我哥的凶手 到底是谁 都是陆语言 都是那个贱人在挑唆 妈 难道真的就没有办法让燕青河娶我了吗 倒是有个办法 就是很冒险 燕家这样的大家族最重是子嗣了 如果你能怀上 哪怕是人工受孕 找到他们婚俭的医院 把燕青河的药本偷出 可是月 这是如果被发现 没有可是 妈 我已经身败名裂了 如果不让燕青河娶我的话 就没有人要我了 行 妈答应你 就要你说的做 看清楚了吗 就是她的样本 偷出来之后带到你的诊所帮我受孕 失诚之后 我会给你五百万金新包的 放心吧 卫小姐 我一定保你满意 我一定保你满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电话 二哥 跟你说个事 竟然 你最好是有人命关天的事找我 不然我找不了你 二哥 有人要偷你的婚俭样本 什么 谁这么大胆子 你先处理着 我马上过来 怎么了 有人偷了我的婚俭样本 念天和 这有情人家的大小姐真是变态 人家就看不上你 自己想办法怎么送 这门怎么锁了 你鬼叫什么呀 谁派你来的 你来干什么 我你话呢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干什么 别动 别启动 咱俩 你往好好说 好好说别冲动 你干脆电脑 从哪儿去了 二哥 人呢 又卖弄你的三脚猫功夫 把人放不好了 我没想把你小吃一刀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把你抓住 二哥 您看 要不 他跟家人全城去生死 找 找什么找 你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 有人偷了我的婚俭样本 去受孕吗 不着急 既然婚俭样本没被偷走 那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也算给那个人一个下马威宝 嗯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 没看出来啊 英人 你还挺阴毒 哎呀 既然这样 那就好好地 陪这位魏小姐 玩一玩 嗨 我这顶多算阴谋 不是阴毒 听者有份 这件事情 算我一个 还真是老天都在帮我 这机会 不是送上门来了吗 你怎么能这样呢 居然这样对我 再也不要来找我了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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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喝好不容易喝醉一次 总算有机会了 打不开也没关系 只要你在这间房子里 也总有机会 陆宇燕 燕青河 马上就会来找我了 你的男人 很快就会属于我 夫人 魏如月果然在黑石里 提球蜜青药 看来是准备给二丫下药 引他出来了 知道了 下三岸啊 幸好我早做的准备 给二爷吃的解药 接下来 咱们就看他表演吧 陆宇燕 不管你表现得有多不在意 现在不还是害怕 一二夫人怎么了 想看看你的男人是怎么为我疯狂的吗 演独角戏都这么卖力呀 魏小姐 佩服 可惜了 我老公眼光挑剔 你这样的 他看不上 你戴个面具 或许可以 或许可以 陆宇燕 你不要以为我再跟你开玩笑 今晚过后 二爷就是我的人了 好 祝你成功 不好 陆宇燕 上次是我失手了 这一次 整个走廊都已经被我喷上了迷魂箱 只要燕青和走进这个酒店 就别想出去 来了 二爷 你终于来了 魏小姐 你平时不是最喜欢玩刺激吗 怎么这副表情 燕青和的腿怎么能动了 说话还这么变态 不管了 只要能睡到他 受了嘴也值了 魏如月 我对你的身材不感兴趣 你说 是不是你叫人去偷的样本 燕青和 我知道你也是个男人 陆宇燕给不了你的私信 我能给 你就说吧 他哪天挺不少 论不要脸 你比他强多了 燕青和 你只是被他迷惑了 二姐 我知道 肯定也对我有感觉 对 你不是也重要了吗 来 我们一起线索 魏如月 今天我就解决了你 你不是喜欢刺激吗 好 今天我就让你刺激到底 我就让你刺激到底 你们早都识破了 燕青和你为什么会没事 你以为 你一个计谋来回用 别人都跟你一样没脑子 转过去 不许看 遵命 老婆大人 燕青和 他顺你这根顺狗一样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怕老婆是爱老婆的表现 像你这种没人爱的女人 不会懂的 魏如月 接下来 我们就慢慢玩 哎 琳娜 你有没有觉得 我的夫人越来越有我的风范 的确 跟您一样越来越变态 啊对了 这家酒店很不错 很有创意 一会儿 你给我跟夫人 变解 嗯 一定是你抓住了燕青和的什么把柄 他才会这么对我的 全部都是你 魏如月 你怎么还存在换情 我老公要是真的对你有意思 就不会把你送给别的奶吧 陆雨燕 要么我已经偷盗了 刘烟我已经放不出去了 我告诉你 叶家二太太的位置 只都是我的 这 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 我要回家 夫人 在我身边 就别想着回家了 严谨 不 我会有人见 意思吗 夫人尽管生气 我一定会 全心全意的 给夫人道歉 怀上了 我真的怀上了 还是个男孩 有了这个孩子 我不信我进不了燕家的门 如月 你听我说 你板着个脸干什么 这可是燕紫河的孩子 有了这个孩子 什么鹿严都得给我让位置 燕家二夫人的位置 是我 这个孩子不能要 你干什么 你也要帮助那个贱人欺负我 你肚子里的孩子 根本就不是燕青河的 根本就不是燕青河的 我 怎么了 嗯 鱼儿 鱼儿 你看着我 你看 看着我 听我说 你找人偷的燕青河的事关 在半路上就被人抢走了 他收了你的钱 不想吐出来 所以就自己 自己跟你发生了关系 月 月 不可能 不可能 月 听我说 现在打掉孩子还来得及 燕家二夫人的位置只能是我的 在孩子落地之前 赶走陆语言 嫁进燕家 等到进门之后 流产也不迟 赶走陆语言 赶走陆语言 出事了 我如月放出消息 说他怀着你的孩子 却被陆小姐爬装上位 说你屎乱中气 逼他流产 是吗 我竟然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这么有能耐了 爸 秦和 你来说说 这究竟怎么回事 为如月 我从来没碰过你 你哪来的孩子 秦和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但知道自己配不上 温小姐就应该自己了断 如果下不去手 我可以帮 谁敢欺负我女儿 就从我尸子上踏过去 妈 你终于来了 我女儿肚子里 怀的可是你燕家的主绕 陆语言 都是女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如月 可笑 他上赶着给我老公当小三 我不收拾他 难不成还合身乐戏的 给他让位 你 你欺负我女儿 我跟你拼了我 妈 魏太太 我这个人向来不讲理指护短 你敢动我太太一下 我十倍奉还给你女儿 你信不信 魏小姐 这样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把孩子打掉 让我流产死都不可能 那就第二种方法喽 把孩子生下来 在怀孕期间 我们燕家 好吃好喝的供着 养着 如果孩子的确是心和的种 我也可以让魏给你搭 老婆 你怎么能随随便便 帮我让给别人 我还没说完呢 但如果孩子不是燕家的 那你们魏家 全部财产 都要转赠于我丈夫的名下 而且你 从年轻以后 滚出江山 陆宇 你这条件也太欺负人了吧 是我女儿被毁了清白 你们还让我们赔钱 怎么 魏小姐不敢吗 那就说明这个孩子 来路有蹊跷喽 陆宇 你不要吓我 我告诉你们 只要这个孩子还在我的肚子里 你们燕家就脱不了干系 我们走 羽燕啊 魏家是冲着你来的 你们俩要好好处理一下 不过 燕家呀 永远是你们俩的坚强后盾 老婆 我还真以为 你要把我拱手让人了呢 他想跟我抢男人 他想跟我抢男人 也得看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 只是样本都已经被我们抢回来了 魏如月又是怎么怀得了孕的 魏如月又是怎么怀得了孕的 这件事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 陆宇燕这个贱人 我杀了你 魏小姐 我有个好关话 你愿意听吗 许兰说的没错 事情拖得越久越危险 既然这个孩子生不下来 那就让他为我再做最后一件事情 三天后 燕老爷子的生日燕 陆宇燕 咱们走着敲 欢迎大家参加我的寿宴 那个大家要吃好喝好 千万别客气 下次来不许带东西了啊 这次就算了 来来来 爸 我和雨燕 祝您今天 服务东海寿比南山 好好好好好 雨燕呀 以后亲和就交给你管理了 要给我好好的管理管理 啊 是 对不起对不起 怎么回事 哦 没事没事 我去二楼学习室换一件就好了 去吧去吧 陆宇 你为什么不肯放我怕鸡票收入 哎 你为什么不肯放我怕鸡票收入 哎 爸 你去看他 那去吧 怎么回事 最后 陆宇队把我推了下来 她 她不想让我生下我和你的孩子 想让我一直到面 这不是魏如月吗 难道他真的和眼圈和友谊推 先去医院吧 不 我不想去医院 此刻你一定要过他个公道啊 不是我推的 是他自己摔的 你胡说 我怎么可能会害我们自己的孩子 正常的孕妇遇到这种情况 第一时间都是担心孩子的安危 事到如今 你居然还有心思在这跟我吵架 我那是怕你跑了 大家看啊 这么多人在他都敢这样子对我 如果我要是走了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魏如月 你就是这样 污蔑我夫人的情欲吗 叶欣和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魏小姐 你猜猜看 这枚胸针里面隐藏的摄像头 都拍到了些什么 这枚胸针里面隐藏的摄像头 都拍到了些什么 哎哎哎小心哦 这再摔了 肚子里的孩子可就真保不住 为什么 为什么你总是能逃过 各位 这枚胸针里面隐藏的摄像头 清楚的拍到了 魏如月小姐刚才诬陷我推她的事实 各位如果想看 现在我又可以拿出来 让大家清楚的看到 陆玉燕你为什么要为难我 为难 魏小姐 我早就跟你说过 如果你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以后做亲子鉴定 是燕清禾的种 那我怎么会让魏给你 可惜你不肯呢 是 你是说了 可你这分明就是在侮辱我 清禾 难道你真的想让咱们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就被诬陷吗 魏如月 你是不想还是不敢 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她生下孩子漏陷 反而污蔑我推你流产 魏如月 你真拿我当冤大仇啊 看她那样子肯定是不敢 看她这孩子这种问题 清禾 这孩子可是你的 你为什么不说句话呢 魏如月 你是真想让我跟大家讲讲 你是怎么样不要脸的偷走了我的婚检样本 人工受孕 怀上了孩子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 我是干了 可是现在又能怎么样呢 魏如月 你要是识相的话 就赶紧乖乖给我让位 魏如月 你事到如今了还不清醒 来人呢 把人带上来 魏小姐 魏小姐救我 你怎么会在这里 各位 这个 就是魏如月小姐 重金聘请的盗贼 他偷不到样本又想要钱 结果 他把他自己的样本给了魏小姐 我不是这样的 你撒谎 你来说 一五一十说清楚 都是我干的 一周之前 魏如月他妈就已经发现了 为了疯口 妈妈还想把我抓起来 杀我 魏如月 事到如今 还有什么好狡辩呢 是 我是失败了 可是您为难不了我 我是孕妇 今天所有的事情 我全部都已经拍下来了 等到这些视频 等到这些视频流传到外面 所有的股东只会害怕 他们会影响公司的声誉 燕青河 为了公司 你只会被抛弃 来人 把魏如月给我绑了 扔到魏家门口 今天的事情 一字不漏地给我报道出去 让大家伙都知道 魏如月 都做了什么 燕青河 我只是爱你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魏如月 你口口甚至说爱她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伤害她 你的爱 真是恶心 带走 看来 许兰那边早有准备 公司那边 夫人啊 别担心 相信我 各位 你们都看清了吧 也怕是算了吧 这个视频你们都看清楚了吗 为了不让舆论发响 为了不让我们 烟家 有影响 我建议 让我的儿子 出任下一任董事长 许兰 这是艾斯的集团 你一个外人 没有这个资格 资格 我是外人 我儿子他不是外人 我已经把这个视频 给我们公司所有的小股东看了 他们害怕的要死 已经把所有的股份 都已经卖给我了 我们已经 是持股最高的股东了 许兰 艳势集团开股东大会 怎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艳势集团开股东大会 怎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雨燕 你来了 来得正好 严谦和 我们刚才的谈话 你应该听得很清楚吧 去办理资手续吧 你先等等 你刚才说 谁的股份最多 谁就占有 绝对的话语权是吗 是的 许兰啊 你打听消息 怎么也不打听权一点 我丈夫是没有多所股权 可是老爷子剩下的 可都给了我 可能 不可能吧 这件事情说起来 还得要感谢你啊 钱大嫂 要不是你当年设计线吧 老爷子也不会因为心生愧疚 把剩余的股份 全都当作礼物 送给雨燕吧 就算你的股份给我儿子 但那又怎样 你就是个残废 残废 能做总裁吗 你再说一遍 我就算再说十遍 他也是残废 不在家好好待着 出来盯什么人 现什么一眼呢 你 谁规定残骑就只能在家待着 只要我老公有能力 他就可以当艳势其穿的总裁 二姐的腿还有康复的可能 未来能站起来也不一定 这不算理由 他的腿都被钢筋穿透了 关节都废了 还能站起来吗 那你再看看 我还是不是残废 二叔 你的腿 偷我老婆的福 心情好 腿自然好得快 怎么骗我 现在才明白 是不是有些晚了 当年我的腿被钢筋穿透的事 只有凶手知道 况且他已经死在了当场 你 又是怎么知道的 不可能 你心灰我 还有啊 燕维 你的父亲 也就是我大哥当年的死 就是你母亲一手所致 妈 这不是真的 这不可能 是又怎样 他是你爸 他又不护着你 他护着他的亲弟 还传位给他 我不答应 我不答应 罗罗 许蓝 你说我们陷害你 可走到今天 是你咎由自取 林南 在 把他给我带出去 你们要干什么 别动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帮我 各位股东 如果没有意义的话 那从今天起 我将全面接管 艳势集团 成为集团总裁 恭喜艳势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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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验我 是有什么事情 我愿意出手 我手中所有的股份 能不能让他放过我吗 不可能 你要是来谈这件事情的话 免贪 陆宇燕 他看中的只是你手中的骨缝而已 你可以去问问 艳势和中过多少次随行刀 他每一次都能忍下来 为什么边边只有这次 和你发生了关系 是他故意放出消息 因为我妈入局和林家联姻 对你下手 和你发生关系 这一切都是他的陷阱 宇燕 你被他给骗了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 我自己会问清楚 就算是他的局 这也是你和你母亲的贪心 导致的这一切 没有任何人逼你 还有 我和你 没有任何关系 二爷 向夫人跟艳维见面后 就一直心神不宁了 您进去说话注意点 我 燕青禾 你还有什么事情 没有告诉我的 余燕 是不是燕维跟你说了什么 燕青禾 你知道吧 我不想 还是要分 如果你还没有想好 那就留着以后再说 我承认 我一直以来就想好了 我是不会看着你跟燕维结婚的 所以 你承认你是算计我的了 我不要 不是的 你听我解释 哎哟 亲爱的 我也不知道我儿子咋想你的 他就看上这小门小库的女人 非要跟他结婚 我都觉得丢人丢死了 你接受的当然好了 当然当然 我儿子说了 只要这个女人比不漂亮 换个女人也行 二爷 二爷 你一直压抑着对陆小姐的感情 可现在 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受苦 对了 听说林家最近在招赘序 你去导平导 把消息放给去了 是 我是怕我直接告诉你 你承受不了 所以这才设计 但是下药的事 的确超出了我的控制 雨燕 你相信我 我从来没有想过 做过伤害你的事 对不起 我没有不相信 我只是 很珍惜我们这段感情 我不希望我们的感情 掺杂了其他的东西 以前 其实是我一直以来 自制力太差了 抱歉 我 应该 更尊重 我 你 罢你不许跟我同房 老婆 你 你这说什么话 这就不许 哎 李娜 帮我查查 燕维那小子现在在哪 到现在还贼心不死 看来 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二叔 你怎么在这 你是来嘲笑我的 原来你还记得 有我这个长辈啊 知道你为什么在这 跟雨燕吵架了吧 燕清河 就想帮你仗着 失去心爱女人的死 哈哈哈哈 拥有的时候不珍惜 失去了 才知道耍阴招 把人找回来 燕维 你真不是个男人 说什么 你给我听着 我不喜欢你看我老婆的眼神 从今往后 你要是再敢盯着她看 把你眼中都挖出来了 开车 哈哈哈 燕维 你想再陆雨燕离开吗 我能帮你 真奇怪 没有她我居然会睡不着 老婆我错了 老婆我怕怕 老婆能不能明晚再分房 今天就算了 叶晴哥 进来吧 准备老婆大人 乖乖等我 等我开完会 回来接你 嗯 叶晴 我要出国了 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 能不能看在我救过你的份上 跟我好好告个别 我就在公司停车上 好吧 不过就五分钟 我不想让清禾误会 尾燕 你必须得说我 叶晴 尾燕 你能来我很开心 我真的很后悔 后悔当初的你的珍惜 叶晴 我今天来找你 不是叙旧的 如果你说这些了 我就走吧 尾燕 你说了 你今天走不了 刚才的画面 我已经全部都用手机录下来 我马上就发给燕晴哥 骗他说 带着陆烟跑 你现在发给他 他会马上赶过来的 放心 我已经用你的身份 租了一艘船 假装是你 离开他的注意 你呀 就趁机带着陆烟 远走高飞 你就不怕 燕清禾对你报复 我的人生都已经 被这两个贱人给毁了 只要能把风拆散 我死都不怕 老婆 看我给你带了 凌娜 凌娜 二爷 看见夫人了吗 夫人刚才说 去给您买点吃的 已经去了好一会儿了 快调牌人手 夫人被人带走了 老子 雨嫣 现在没有人能打扰我们 雨嫣 我说过 任何人都抢不走命 叶维 你干什么 放我下来 叶维 二爷 船上没有找到夫人 是这贱人 故意混淆之听 说 燕维把他带去哪儿了 燕清禾 陆烟 到底有什么好的 你为什么要非他不可 伟业 我的耐心有限 你别试图挑战 那你就杀了我呀 能死在你的手里 也是一种心语 佩服 燕清禾 有这功夫 你不如去找找你老婆吧 再不找他的话 我担心你一辈子都见不到他 找个精神病院 好好照顾 这辈子 都别想出了 我没防 燕清禾 你没有办法这样对我的 你不能这么对我 燕清禾 林娜 调派所有人生 搜查周边所有山 就算全翻过来 也要把他给我找到 是 林威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林威 跟我走 你知道的 我是爱你的 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燕威 你趁早收手吧 燕清禾马上就会找到这儿 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 就趁早收手吧 不可能 他不可能找到这儿 过了这个陷阱是边境的 就会有人接应我 他找不到你 没有人能从我身边把你抢走 是吧 燕威 四面八方已经被我包围了 你现在收手 还来得及 清禾 是你出卖我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肯跟我走 把他带走 燕威 我早就跟你说过 无论我遇到什么危险 他都不会放开我的手 这该死了 于燕 于燕你没事吧 我们回家 远 哦 清禾 我让你担心了 于燕 我怕你跟燕威跑了 不要我 我更怕 你出了什么危险 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你 你 你哭了 哭了 我没哭 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 你请客 我爱你 我爱你 你 你来干什么 你这个时候不应该找律师减轻绑架我的罪责 你来找我干什么 董雨燕 你真的要起诉我吗 难道你忘了 当年是我不顾生命危险地救了你 没有我你早就死了 燕伟 什么时候下被救医院的人成了你呢 当初雨燕奄奄一息 是我送她去的医院 怎么不算救她 是吗 你口中的救她 就是眼看着她要溺水 不敢架水相救差点害死她 当初我救人之后 没有力气 才让你帮我送她去医院 没想到啊 你竟然心安理得顶替身份这么多年 燕伟 你一直在骗我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去晚了一点而已 在医院里 是我照顾你的 是我陪着你的 而且 是她 是她自己认错了人 你还敢要挟她 燕伟你就是个窝囊费 你听好了 从今往后你再敢靠近她一步 我要你的命 原来当初是你 原来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 雨燕 你说什么 当初我选择她 当初我选择她 是因为我错把救命恩情 当成了喜欢 如果能早点遇见你 我们也不会这么晚才在一起了 雨燕 也怪我 是我当初不够勇敢 那 那你第一次爱上我是算是 雨燕 我从第一次见你 就喜欢上你 我 我实在不敢相信 没有你 我要怎么活下去 给你 我 给你 远远 最能老也给 从那最不再送 一半都 能 尝尝 医生 看您面露难色的 我的身体也是有什么情况吗 不是的 夫人 是二爷站到我身后 我实在是害怕呀 一边 都说了 当然当然是 老婆 怎么样 其实都出来了 你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爸爸 嗯 爸爸了 我要当爸爸了 你好 我找一下清禾 哇 总裁夫人来了 欢迎总裁夫人来集团视察 夫人可爱满意 你怎么还带头瞎起后 这可不是瞎起后 我有今天都是因为有你的支持 艳势集团是我的 也是你的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 我爱你 清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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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to Barbados and show you some water 我对你的期待 我只要你现在 雨月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我一直欠你一个正式的求婚 陆雨月 陆雨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穿越人海拥抱你有几个东西 又换了几种心情 月光某某人海希望与你相遇 陪你看日出潮汐 陪你等夜晚流星 想想 你 你 你 想想 想想